生命是上天給予我最寶貴的禮物 每個人的人生經歷都有不同 不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圓滿 在早幾個月之前 上天收回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寶物 那時我又徬徨又無助 幸好後來我得到東華三院 准提國佛學會生命同行方的幫助 從那裡開始 我的生命就有了轉變 徬徨中重建出路 你好 你坐著了,有甚麼事?你老婆有甚麼事? 我老婆昨天過了一生 不用這麼不開心,節哀順便 你還坐著,應該有很多事才對 我現在的心很亂 他熬了這麼久才離開 不過走的時候也算走得很安長 他離開之後,身後事的手續有那麼多 不過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吧,不如我找人幫幫你 好吧,我帶你去見社工 那你怎麼幫我 一起去吧 鄧姑娘,我現在很需要人幫忙 樓先生不用擔心 我們中心有一個伴我同行服務 應該幫到你 我們會逐步逐步陪著你去搞身後事的程序 現在第一步,我先會陪你去殯儀館 跟那邊的職員談談 你到底想太太的身後事儀式 想怎樣做 在殯儀館處理好儀式之後 我會再陪你過一過生死登記處 幫太太搞死亡症 不用這麼擔心 我們逐步逐步陪著你 不用這麼慌張 其實我們這個服務 也不僅僅是服務長者 也是服務所有 剛剛面對家裡有人離世的喪親者 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個服務 可以在她這麼艱難的時候 可以陪著她 提供一些情緒的支援 或者幫她們做一些舒緩 當陪完樓先生扮完她太太的身後事之後 其實我們也有打電話 寄慰問卡給她 讓她知道 也有天陪她走這條喪親之路 我們除了開架她之外 也嘗試幫她聯繫一些地區的長者中心 讓樓先生可以認識多一些活動 希望她真的可以參加多一些活動 不要經常躲在家裡 希望她可以慢慢回復以前的生活 林先生 看過你們的單張 我也覺得我應該要為自己做一些事情 好好地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想不到你可以這麼主動地聯絡我們 其實不是很多老人家可以做到的 其實都是你中心服務好 我也不想我的身後事 只是會隨便這樣做 如果我早點為自己計劃好 不單為自己 為個女兒 都是好事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也開始計劃一下身後事的安排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在現今的社會裡面 其實老友記已經越來越開放 他們都很願意去跟別人分享 他們身後事的安排 其實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希望在他們有時間的時候 就可以為自己選擇一些合心的東西 也可以減輕他們子女的負擔 這一種後事我決定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你也知道了 我太太離開之前的幾個月 經常都昏昏迷迷地 到她離開的時候 耍時間說去就去 一些身後事都沒有交代 我想清楚的了 我一於趁我現在精神狀態更好的時候 我希望所說的話 一於說完給你聽 免得以後沒有機會 就覺得遺憾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預備開始了 1 2 3 開始 阿女啊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但多忙都要顧著自己身體 不要捱壞 其實要一班長者 用綠象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心聲 我覺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記得有一個伯伯 他對著鏡頭跟他太太說 對不起和愛你 其實當時他說得很感人和很真摯 所以每一次我們拍攝的時候 都會帶著一包紙巾 是給我們一班很眼淺的 即是拍攝的同事 社工義工 好, 行, 停一下 打太極對身體健康有益 今天我想介紹一些對心靈健康有益的事 來給大家 我知道中心有這麼好的服務 今天特地來介紹給大家 無論你們對自己、對子女 早早做好心理準備 其實也是好事 我們明天一起跟我回中心 去聽講座 好嗎 好 姐姐見了 好 好 生命和行邦在2012年成立 我們中心啟用了之後 已經服務了很多長者 喪親者和社區人士 我們非常感謝準題各佛學會 捐贈了1000萬元給我們 令到我們可以成立這個服務中心 和社區人士和長者 倡以後事我作事的理念 及早未與籌謀之餘 亦可以把握現在 愛得及時 我們除了全程協助長者 完成她身後事意願之外 亦都支援喪親者 安排細細親人的分野計劃 以及提供情緒支援等 一站式的免費服務 我們希望陪伴喪親者 走出生命的陰霾 重現生命的制裁 我們希望有多些長者 能夠一起參加我們中心的活動和服務 令到他們可以反思 和細味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從而享受圓滿的生命歷程